第299集 姚如新急忙上前一步 破住了对方的手腕 掏出银针扎了一下 过了好一会儿 老人家总算是缓了过来 外公 你年纪大了 不能激动 否则容易中风的 姚如新不得不开口 提醒董寻 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没什么好激动的了 董寻呼出一口气 点了点头 外公明白 爹 董文明吓坏了 刚一开口 就看见董寻摆了摆手 你也别说了 董寻真的没有再生气 只是满眼的无奈和失望 让董文明 就跟被人打了起巴掌似的 很难受 我真的没想到 我的儿子会做出这么糊涂荒唐的事来 爹 怎么也是无奈呀 于是却忽然哭了出来 阿秋那样了 他好不容易那么稀罕女婿 总不能 闭嘴 董文明却冲着媳妇立贺礼声 于是只能变了嘴 哟 这样贫质的人 你们竟然还当宝贝 董寻看了脸杨百月 冷笑了一声 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我这老脸都丢尽了 杨百月却不乐意了 祖父 都是这个女人 诬陷我的 我是莫文杰 诬陷 姚如心走到了杨百月的跟前 你有什么值得我娘去诬陷的 难道我娘身上的药 是她自己下的不成 那 那 那我怎么知道 杨百月继续嘴硬 我不过就是在后园子里 溜达一下而已 谁知道醒来 就在这里了 哈哈 哎呀 杨如心被气笑了 好吧 既然你这么说 那就当我娘自己吃了药吧 并且 还在吃了药的情况下 将你弄到那么远的院子里 是吗 杨百月顿时不说话了 不过这事就先这样 今天 我还要说说其他的事 正好大家都在 咱们就一起掰扯掰扯吧 姚如心说完 看向了杜鹃 将你们这些天调查的事 都说出来吧 免得有人喊冤枉 杜鹃上前一步 冲董寻 董文明一抱拳 董大老爷 董老爷 这些天 属下查到一些事 也找到了一些证据和一些人 什么事啊 董寻点点头 如实说吧 反正董家的脸已经没了 也没什么好藏着 掖着的了 再来的路上 有人对夫人下手了 不过一位大小姐精通医术 读术 所以夫人并没有中毒 不过后来 船上的水手 还跟江湖口的水匪 陆霸 勾结了 小江夫人和大小姐 一起糟蹋了 没想到 却遇到了三王爷 正好在剿匪 我们才逃过了一劫 杜鹃看了脸董文明 甚至回来之后 灵婆婆已经原原本本的 跟董老爷说了 董老爷也说要查 可是这一直没有进展 是吗 董寻皱眉 看向董文明 啊 一直在查 却没有进展 董文明叹了口气 哼 是没进展 还是没查 杜鹃冷笑一声 不过大小姐说了 求人不如求己 所以我们就自己查了 那个阿旺 虽然自杀了 可是 他跟夏子的关系特别好 当然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接下来 属下就查到了夏家 那个夏子 嫁给了染方的一个姓罗的管事 因为他儿子夭折 所以罗管事 伤心欲绝出了意外 其实不然 不然 难道 还有隐情 董文明猛然抬眼 隐情大了去了 那个夏子的丈夫 的确是死了 可是他的儿子 并没有死 朗娟看了眼杨百月 这一点 相信姑爷是最清楚的 我清楚什么 杨百月大叫 你清楚什么 就由我来说吧 杨如新接过了话 董老爷因为女儿有残疾 所以对你这个上门姑爷 十分的纵容 可以说是 有求必应了 就是为了 能留住你这个人 所以这么些年 你们董家的漂亮丫头 送了不少 到她的床上 当然 这个时代 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 我也不做什么评价 毕竟那些丫头 都是自愿的 就比如 秋霜 杨百月下意识的 咽了口唾沫 这个死丫头知道的 怎么这么多呀 其实下子 老早就跟你勾得上了 可是下家的地位 决定了下子的心气高 董家几乎被下家控制了 所以 她觉得自己是大小姐 绝对不愿意 自己跟丫头一样 就给你当个暖床的 所以 就随便嫁了那个 染方的管事 毕竟 那个管事追求过她 而且家里没什么人 只是 这是个障眼法而已 她成亲之后 并没有跟你断了关系 甚至 还为你怀了孩子 杨如新看向了杨百月 年前的时候生了个儿子 可是 如果继续跟那个管事在一起 那将来她的儿子 可没什么出息 怎么办 那就让她光明正大的进入董家 成为董家的继承人 董文明和于世都变了脸色 此时要是还猜不到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是真正的傻子了 其实董若秋 并不是不能生孩子 我曾经暗中观察过 他应该是怀过孩子的 只是后来掉了 然后被人长期的喂食了蕨子汤 而伤了身子 以后根本就无法生育 什么 于是瞬间瞪大了眼睛 莫文杰 是你吗 你 忽然 眼前一黑 朵文明急忙过来扶住了他 不过好在 他并没有晕过去 他告诉自己 一定要知道 所有的真相 董老爷 没有儿子 董若秋的孩子 可以继承家业 可是董若秋生不了 怎么办呢 自然就是过季了 杨如新才不管 于是如何 冲着杨柏月 微微地挑眉 下次的儿子没死 被送到了苏州 之前 这位姑爷要求过几个孩子 让人找刚出生没多久的 要不是我们过来耽搁了这个事 恐怕现在他的儿子 已经成了董家的小主子了 杨柏月的脸色有些发白了 杨柏月 你知道我怎么找的那个孩子的吗 还得谢谢你对秋双的无情 他被董夫人发卖之后 原本还对你心存幻想 我就让他来找你 可惜 你觉得他没有利用价值 所以不想再管他 结果就是 这姑娘在心灰意冷之下 就将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 当然 你也可以不承认 但是 那个接生婆 我也找到了 哦 对了 之前 你还一直在偷董家的 验染技术 可惜没成功 后来呢 董老爷将你送到了庄子上 你为了回来 就推了董若秋受了伤 这个 也是有目击证人的 你 你血口喷人 杨柏月 彻底惊恐了 不由的大叫 你 你随便买通几个人 你就想陷害我 是吗 杨柏星面对愤怒的杨柏月 却十分的淡定 是不是血口喷人 这个 叫讲究证据 既然之前的证据 你说是陷害 那么 咱们这就让人去陷牙 只要将那死去的罗管事 开关验尸 就可以知道死因了 还有 还可以派人去墨家 好好调查一下真正的 莫文杰的死因 到时候 杨柏月的脸色彻底的白了 想喊什么 已经喊不出来了 董文明的脸色也变得发白 他没想到的是 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而他竟然都没察觉 或者说是 有了察觉 却总想着粉饰太平 觉得不查 就不会发生 结果差点 让董家 换结不复 外公 这些就是我调查的 杨如新看向董寻 所有的证据都在 现在 要怎么做 您做决定吧 董寻略的颓废地 闭上了眼睛 好半天 好半天才睁开 保观吧 杨柏月瞬间瞪大了眼睛 他想说不要保观 可是却说不出来 文明 派人去将下家的人看住了 董寻继续吩咐儿子 不能继续糊涂下去了 否则 董家迟早要 摆在你的手上 董文明使劲点了点头 急匆匆地吩咐人出去了 杨如新笑了 他不能亲手宰了杨柏月 从而让杨大丁背上 是负的罪名 可是 却可以让律法制裁他 至于进了监狱之后 会不会暴毙 那就不得而知了 原本以为董家去报官 是去的杭州县衙 却没想到 来的是苏杭之府的官差 不过 当杨如新看见允阳的时候 皱起了眉头 齐景云身边两个贴身侍卫 一个叫允修 另外一个叫允阳 他无论去哪里 身边总会带着 这两个人中的一个寸步不离 之前来的路上 允阳一直在船上 却没想到竟然留在了杭州 允阳主动过来 给杨如新行礼 杨姑娘 我家爷说了 有什么事情 尽管吩咐 你家主子呢 我家主子有事情要办 属下在这儿 足够了 杨如新撇了撇嘴 的确够了 苏杭之府虽然不知道 那位爷为什么这么上心 董家的家事 但是既然吩咐了 还有贴身侍卫看着 那么就尽心地办吧 很快 了解情况之后 让人将杨百月 上了手铐脚镣带走了 另一边 还让人去捉夏家的人 只是夏文征和夏子 却不知道了去向 董文秀此时已经醒了 杨如新一点也没隐瞒他 将调查的所有事 都告诉了他 醒儿 我想回家了 董文秀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抬眼看向杨如新 我想雪儿他们了 好 等这件事情一结束 咱们就回去 董文秀靠在女儿的肩膀上 眼泪巴搭巴搭地掉了下来 最后索性放声大哭 杨如新也不劝他 任由他撕心裂肺地 哭了好久 这才慢慢停了下来 我没事了 哭出来就没事了 娘 你现在坚强了好多 我没办法 没能力改变生活状况 我的星儿有 可是我总不能一直给你 拖后腿吧 星儿 辛苦你了 娘 杨如新鼻子有些发酸 一家人不说这些 只要你们都好好的 我做什么都有动力 衙门那边 因为有允阳跟着 所以知府一点都不敢偷懒 麻溜地将夏子的相公罗管事给开了关 掩饰的结果就是这个倒霉的罗管事是被堵死的 而并不是淹死的 立马就发了文书 通缉夏文征和夏子 另外还派人去了 冒文杰的老家 彻底调查 墨家的情况 杨百月终于感觉到绝望 他甚至没有辩驳的机会 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夏文征和夏子 不要被抓到 那么 就可以将所有的事 都推到他们的身上 这样的话 兴许 他还会有一丝活命的机会 在杨百月被抓之后 董文明一夜白了头 而于是 则直接就病倒了 董寻也苍老了好多 不过 好在有几个祖老轮流过来开解他 女儿一直陪伴他 所以 倒是没什么大问题 董文明羞愧难当 董文秀却没有计较 毕竟是家人 事情过了就过了吧 都是那个人造的你而已 唯一一个例外 就是董若秋 他找不到相公 一直闹腾着 不肯吃饭睡觉 不过 董文明下了死命令 谁要是敢提姑爷 就直接乱棍打死 所以 下人们 没有一个敢跟董若秋说什么 只能将他关在屋子里 任由他闹腾 还不给饭吃 董若秋闹腾了几天 也就安静了 因为不吃饭 他很饿 而且 爹娘都不像以前那样了 就算闹腾起来 也不会再来安慰他了 娘一直没过来看他 爹还严厉地训斥了他 甚至 还打了他一巴掌 爹的样子 好可怕 杨若新原本 想让杜鹃想办法 去牢里 见那个秋雷 可是现在 有了羽羊在 他索性再借用一次就好了 反正就算不让他插手 他也插手了 那么 多一个人情 少一个人情 也无所谓了 以后有机会 就一起还吧 允阳看着杨若新 微微地皱了眉头 这个女人还真会 得寸进尺呀 不过主子吩咐了 只要是杨若新想做的 只要不是特别为难的 就不需要禀报他 直接帮忙就行了 最终 允阳 还是点了头 秋雷被关的地方 是县衙 允阳过去 也不过一句话 杨若新就被放行了 虽然宇阳只说 要进去探望一个朋友 却也让那县太爷 李孝帝的心里 犯了嘀咕 这位可是三王爷身边的红人 他的朋友在牢里 这 急忙命人瞅着 进入的人探望的是谁 然后又将那人的卷宗拿来 重新看了一遍 不得不说 这位李宪令 十分的聪明 这一看不要紧 吓了一跳 这人他当然知道 当初收了赵家的银子 才将这人判刑的 没想到 这人居然认识三王爷 那三王爷是什么人 战神呐 杀人不眨眼呐 最近听说 还难下脚匪了 于是 这位县太爷害怕了 哎呀 这赵家不是害我吗 万一到时候 那位三爷吹就下来 那我 李宪令摸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决定要补救一下 可是 怎么补救呢 师爷给出了个主意 大宣律规定了 商人为致命者 是情节轻重 可以判处三个月 到三年的劳役 如今 邱雷已经关了半年了 邱说他表现良好 商者不追究 可以提前放了 可是 那茶山怎么办呢 李宪令皱眉 那是他们之间 白纸黑字进行买卖的 师爷摊了摊手 咱们可没经手 他们之间的买卖啊 李宪令一听 也有道理 立刻就下了命令 就当着杨若新的面 宣布了 邱雷可以出狱了 邱雷是被冤枉的 当初他走在路上 一个小丫头 忽然跑过来抱着他 然后就喊非礼 他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就有人上来打他 他下意识地自卫 谁知道竟然将赵大少给打伤了 这边 杨若新刚听完他的讲述 结果 县衙的人就来了 不由地嘴角抽了抽 看来 还是三毛爷的名头好使啊 好了 走吧 你爹娘 还在外面等着你呢 内县令如此拾去 也省了自己的功夫了 这 秋雷觉得自己就跟做梦似的 只能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只能啊 看来不是做梦啊 杨若新笑着摇摇头 率先走了出去 只见那县太爷 恭敬地站在门口 不由地上前了一步 李大人 还真是一个聪明人呢 本集播送完毕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蜡席山里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